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高自尊 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和我们自尊本性是一致的时候 那我对我自己感觉好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时候 对不对 你想一想 什么时候我对我自己感觉很好 我喜欢我自己 我关爱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 而且我非常珍视我自己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那个自尊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值得尊重 是很珍贵的 所以当我对我自己是这样态度的时候 那我就是在高自尊的状态 也就是说跟我们的自信本身 是连接上的是匹配的 我们就会体会到高自尊 高自尊还有 表现在外面的行为是什么样 我荣耀和接纳我自己的所有部分 所以我怎么样我都会尊重和荣耀他 我原谅我自己犯的错误 我会这样对待我自己 我不会做任何伤害 贬低 羞辱或破坏自己的事情 我能从一个尊贵诚实 有力爱和脚踏实地 很现实很实际的这样的姿势里 来去跟生命相遇 我不会让别人为我的行为负责任 因为我可以这样对待我自己 上次我们谈到的责是不是 我就可以很好地连接到我的资源 我是不需要 我不会让别人为我的行为去负责任的 因为我对我自己这样 所以我在行为上对别人 我也是爱而且很珍视其他的人 能够恰当地去对待现实的各种状况 去面对现实 所以这就是高自尊的人在外 也有在内对待自己的部分 对待外面对待现实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低自尊 低自尊是我对自己感觉是 负向的 消极的 我不喜欢我自己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 我不喜欢我自己 因此我贬低 轻视和惩罚我自己 我们有没有 有些时候这样对待自己呢 所以当我们这样对待自己的时候 我们内在就会体验到低自尊 那低自尊呈现的行为 我是在一种恐惧 而且我觉得我很无能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来跟生命相遇的 我创造出一个感觉受害的内在状态 我们常常说受害者 是不是 我的内心就好像总是一个受害者 也在以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来去做事情 我变得在屈从和专制之间交替 就是我们上次说的等级模式 是不是 要不然我就要去服从 有一个人在我的上面 要不然我就要在上面 就这样高高低低 我坚持别人为我的行为负责 你说我态度不好 你对我什么态度 就是因为你的态度 我当然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认为我这么做 都是因为别人 所以别人要为我的状态负责任 我的行为负责任 我期待他人让我感觉有价值 所以我期待他人能够重视我呀 能够经常肯定我呀 让我内心有一些 别人如果这样对待我了 我就会有价值 否则的话 我就很难体会到我的价值感 所以我想我们人生的经历很丰富 我们是不是都体会过高自尊和低自尊的状态 然后也请大家留意 那低自尊高自尊 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掌握的 也就是我们拥有这些 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想法感受 所以你来感受一下 当你来这么来看这句话 回看我们每个人 有时候自己感觉非常好 有时候自己感觉很糟糕 那现在我们说这些 是我们自己可以影响和掌管的 这对你来说怎么样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就来做个形思 然后那你刚才去留意到 觉察到的这些 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对你此刻 对你今后 你有没有什么 觉得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或者是你愿意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当你留意到 你有一些贬低自己的时候 你愿意主动地去做一些调整吗 因为现在这么看来 这个就是可能的 过去我们没有觉察的时候 我们可能觉得 我的这个自尊 有时候它就高了 有时候它就低了 好像我是被动的 就听听你内心啊 这些对你的意义 这个是你 这些对你一样 新的编续 好像对我来说 这些计划